你好 欢迎收看4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台铁太鲁格号事故之后 花莲县政府成立了花莲县社会救助金的专户 截至4月15号共募得1490万元 县长徐正伟在23号说明的善款规划 将发给涉及花莲县内罹难者家属每名100万元 商者则是依商市发给14万到47万元不等 并且表示会持续陪伴家属度过艰难时刻 台铁太鲁格号事故夺走49条人命 20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民众纷纷捐款 花莲县政府专案善款专户 15日截止前总计涌入763笔捐款 公募得新台币1490万5755元 其中县长徐正伟也捐出一个月所得17万3370元 并在23日上午特别公布善款运用规划 表示将专用在协助罹难者及重商商患纪家属的位主 我们在募款的专户里面 其实我们就很清楚明白的针对罹难者以及伤者的部分给予协助 所以在今天1490万里面 有针对于花莲县罹难者11名 一位给予100万 另外对于我们的这个伤减分级的部分 12级重商的部分有两名 每一名是47万 而这个三四级中商的部分有15名 每一位是14万 五六级的部分花莲县零人 所以目前我们对于来自于 这个大众的捐款善款的部分 跟我们全国捐款的人士来报告花莲县政府 现在目前的处理方式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专款专用的部分 如此的分配 花莲县政府我们当然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东部的交通 给东部人以及给全国乃至世界来到台湾来到东部的所有的好朋友 这个游客能够有一条最安全最舒适的这个交通环境 针对花莲县罹难者11人 每人给予100万元 重商2人每人47万元 重商15人每人14万元 全家4人有3人罹难的提大兄妹党及其父亲 虽宜及新北市 但家属长期住在花莲域里 同样纳入未助对象 县府社会处即日起将和家属联系 厨医将未问金送达罹难者家属伤者手中 县府也会协助持续关心家属 借着长邦彦华林士报导